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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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这井世子说得没错 你果然在半炷香的时间之内就醒了 你感觉怎么样 小姐 这井世子不是要跟女子有三尺之据的吗 你居然把这雷打不动的规矩给破了 看来我们小姐在井世子心里还是很重要的嘛 这要是让京城那些皇亲贵族的小姐知道 不得羡慕死他们呀 就你八卦 这冰秧子帮我吸了蛇毒 他自己没事吧 不清楚 走 去看看 冰秧子 你没事吧 郡主醒了 你可真是个麻烦 先别急着谢我 我之所以救你 是因为我在短时间内 找不到其他女人可以代替了 你想干嘛 收拾一下 随我入城 可以进城了 没关系 站住 什么人 公主金城还不让开 公主 我 这 这确实是公主殿下的胭脂蚩脸蛇 放行 走 走快点 站住 干什么的 公主回来了 还不快放行 公主 这刚进去了一个公主 怎么又来了一个 我们原来有两个公主吗 你们说什么 居然有人假冒我 假冒你 刚进去的公主 有胭脂吃脸神味症 我看你才是假的 来人 给我抓下来 你们眼睛是瞎了吗 居然连当朝公主都不认识 公 公主殿下 公主 还不问您公主 公 公主殿下 刚才的公主是假的 你们还愣着做什么 还不赶紧给我去追 是 是 跟我走 原来我的胭脂吃脸是被假冒的人偷走了 给我过来 我说你这个倒霉鬼吧 我今天遇见你 我两个心爱的宝贝都不见了 你说你怎么赔上我吧 赔你 我赔你坐一会儿吧 我说偷怕公主 你也太文恒无理了 你丢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不管 我要你坐我的驸马来陪我 什么 什么啊呀 你 那边 追 主子 我刚好像被发现了 分头行动 最红楼几何 是 云前院 放他跑 这边 这边 来 锦师子 你怎么知道这个月祁公主太阳蛇啊 你认识她吗 年少时见过一面罢了 年少 你年少的时候为什么会来月祁啊 家族生意 生意 可是 商人怎么能见到公主啊 你若再问 就把你丢出去 不问就不问嘛 二位客官 一楼人满了 二位楼上请 客官您的酒 他没来啊 你在这儿等一下 我去看看 小心点 可死我了 哎 可死我了 哪儿来的吗 石柜 公子啊 他喝了我给您蒸的茶 好生失礼啊 不好意思 我没看见 打扰了 你们继续 别动 跟我围起来 你这儿 猫贼 其他人在哪儿 别怕 找到了吗 怎么办啊 站着别动 小心点啊 彩琳 彩琳 住手 放了她 我跟你们走 主子 这位公子 我知道 我不小心喝了你的茶 晚点我把茶钱 陪你便是了 姑娘 你长得很像我 魏国门的娘子啊 公子怕是认错人了吧 我纵使有千万般不好 但只有一点好 对美人 过目不忘 原来是个登徒子 我警告你 本姑娘今天没时间跟你啰嗦 让开 有你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你到底要干吗 追兵在外 要是被抓起来 想逃出来就难了 我可以庇护姑娘 姑娘 信我一次 干什么呀 干吗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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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干什么你们 快走 我真的要赶紧 我会干什么呀 要让你去哪儿 啊 你还好 我们这儿 就算这儿 就是我 曳古人 被蛇咬伤 锦世子情急之下 为他吸出的蛇毒 刺激寒毒也复发了 他们偷偷潜入月祁城 不料被发现 锦世子现在已经被抓了 你说什么 锦世子被关在月祁狱中了 是 放开我 放开 你们到底想干吗 小女子初来跪宝地 不知道公子是何方神圣啊 我的名号 本不能随意透露 但既然娘子问了 我不得不答 我叫南凌瑞 是南梁世子 记住了 原来是南梁世子啊 小女子可真是 永远不识泰山 不过世子大人 我跟你素不相识 你怕是认错人了吧 我看啊 我就不打扰世子大人休息了 告辞 干吗 娘子啊 话可不能这么说 方才我们在最红楼一面 难道不算相识吗 世子大人高风亮节 定是不会做出 当街抢抢民女之事吧 娘子此言诧异 与我南梁而言 方才 我帮你躲过了追兵 与你有恩 若南梁女子为了报恩 便会以身相许 生生世世 永不备礼 那是你们南梁 我以为 已经名唤有主了 你 那 那是因为你之前没遇到我 你现在遇到我了 那你之前遇到的那些人 都是瓦礼 你神经病啊 你们几个 今晚好好替我照顾我娘子 明日一早 启程回南梁 是 什么 喂 喂 喂 不要吵 我南梁 轻点轻点轻点 别伤着我娘子 喂 不要吵ивают 刘雨 小儿 真是 刘雨 大人 小儿 打电话 大人 拯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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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那间 快点 进去 真是奇了 我这见过喊冤的 见过哭闹的 就是没见过他这行的 这被送进来的人 从来就没好下场 你再看他 一副瘦瘦书生的模样 那些个手段 怕他是吃不消喽 走 怎么办 怎么办 若美人被抓走了 现在也不知道人在哪儿 还有这个老实子 男良世子 简直是不可理喻 不行 不行 我得想想办法 绝对不能坐以待毙 这么高啊 这么高啊 你别看这姑娘挺倔的 模样还真不错 糟糕 追 分头追 谢谢啊 月儿 你 是谁啊 不认识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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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 你们一群人 却追一个女人 居然让她逃了 蠢货 世子 我们本来就要得手的 谁知被一名高手给救走了 高手 是啊 不知是何人 属下实在是打不过 领阀去 是 高手 这是什么地方 先别动 你的伤刚痊愈 要好好休养才是 我想起来了 刚才多谢公子相救啊 公子 月儿 你是在弃我 没有尽早回京对吗 我知道错了 我后来不是给你去了好多性解释 别生气了 你怎么知道我叫什么 我们之前就认识啊 我事事盼着能这样站在你面前 你为何装作不认识我 你可能不太清楚 之前着过一场大火 然后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这不可能 你失意这么大的事情 我怎么会没有半点消息 反正你现在也知道了 你就直接告诉我 你是谁不就好了 我是叶天忆 叶天忆 不日将回京 叶 这谁啊 那就是说 很快会见面 对不起啊 我确实 记不得你了 告诉我 你是在与我玩笑 你云浅越忘记 谁也不可能忘记我叶天忆啊 可是我真的 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难怪这么久 我都没有收到你的回心 你是将我忘了一干二净了吗 我不是将你忘了一干二净 我是把所有人 都忘了一干二净了 苦手边疆多年 我是掩面着你 盼着你 可没想到 我再次出现在你面前时 你竟已认不出我 玉儿 我们相恋多年 你怎么可能忘了我 我不相信 冷静一点 你刚才说 你跟我相恋多年 当然 哦 那你知不知道 我最爱吃的饭菜是什么 烧鱼 水果呢 葡萄 那我最爱做的事是什么 睡觉 那如果反过来 你问我 我也应该都知道你的这些喜好 知道 知道 可能以前的我真的知道 不过现在 确实一无所知 对不起啊 没关系 我想 你最近可能是太累了 我会给你时间慢慢想 想起了我是谁 我会陪你一起 把我们共同的回忆找回来 我觉得 现在也挺好的 不一定非要想起过去的事嘛 人家学会往前看不是 是 月儿 失忆不会是你搪塞我的借口吧 你可是喜欢上别人了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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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紧急军情 你先休息 我出去一下 是 殿下 月齐北司递来的公文 说是他们收押了两名嫌犯 自称 是圣上派来 出使月齐的天圣使臣 和天圣的四殿下 什么罪名 说是假冒公主 还有一个偷了王室的御班旨 确认是四殿下吗 这个就不知道了 知道了 下去吧 是 你们刚才说什么 有人被抓了 是不是容景啊 我也听说锦世子 是父皇派来的特使 至于是不是 得去看了才知道 对了月儿 你是怎么来的月齐 我来月齐是为了找一个东西 都怪我 把那个什么通关文碟 给弄丢了 所以只好假扮公主进城 锦世子才会被抓到 三殿下 我们快去救他吧 所以你移情别恋之人 是容景 你说什么呢 我都说了 我失忆了 与其他人无关 我只是不想朝中重臣 因为我的关系死在月齐 看来兰家有小心思了 这么大的事情 竟敢瞒着我 三殿下 对了 景世子既是父皇派来的特使 此事就是国事 我当然不会袖手旁观 真的啊 当然 要知道 你是这世上 我最不愿赴的人 谢谢了 你我之间何须言邪 更何况这个谢子 还是为了别人 托把 本殿下 本殿下对你的破班 只没有半点兴趣 你赶快放了我 放了你 哪那么容易啊 就算我的宝贝不是你偷的 也是因为你弄丢的 继续 好 可 可以了 公主 公主 你莫不是看上了我 故意把我带回来 看上你了又怎么样 本姑娘竟然把你带回来了 就没有打算把你放走 你弄丢了我的宝贝 你把你自己留下来做赔偿 也不会过 我可告诉你啊 我可是天圣的四皇子 你现在不仅得罪了我 你还得罪了整个天圣 得罪了天圣又怎么了 你说你是皇子你就是皇子啊 再说了 皇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你知道吗你 同罪是吧 我看还同睡呢 你害不害死啊你 真的是 来人把他押下去 给我听后发了 你个死徒本 你一定会后悔的 这就是奴隶群哪 帮我放开 你帮我放开 你让兰姨悄悄去趟乐器王宫 命她见机行事 是 三殿下 你怎么还没去乐器王宫啊 是 月儿 你是在担心她 三殿下可能不知道 那个锦世子啊 身体弱得很 而且进城前 还刚为我吸了蛇毒 我怕她 你咬到哪儿了 你快让我看看 我 我没事 我们还是快点想办法去救她吧 眼下正是两军交战时期 贸然行动太过危险了 到时 非但救不了人 反将你自己送进了狼窝 你想如此吗 我不想 但是我们也不能眼睁睁 看着她不管吧 急不来 带我派去的探子 先去探探情况 回来再议 不行 若是去晚了 她被杀了怎么办 本殿下若是不去 我自己去便是 月儿 好 我陪你去 快点 放开我 快点 放开我 本殿下可不是好惹的 好死掉 放我出去 真的 天上的婚事魔王 你们记住我过吗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天上的四皇子 你们开罪不起的 有没有眼力见儿 四殿下 又见面了 热美人 你怎么也在这儿 说来话长 小丫头不是也跟你一起 来乐棋了吗 她人呢 我也不知道她身在何处 你把小丫头弄丢了 她一个女孩子 人生地不熟的 万一上下危险怎么办 不行 我要去找她 殿下又是为何锒铛入狱 他们非说我偷了他们的国宝 你说爷什么宝卫没见过呀 稀罕吗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小丫头的安危最重要 你快想想怎么出去吧 锁子四伙儿 通杀 又说 拿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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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日期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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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玩 接着玩 来来来来 来吧 来 接着玩 请客酒啊 对 请客 来吧 殿下当真想出去 你有什么办法 有人吗 有没有人啊 烦死了 你们先玩 你们先玩 吵什么吵 晚点点 扫兴 能帮我尝个话呢 做梦去吧你 只要你能帮我向朝中贵人传话 这个 就是你的 阿妩 你看这个冰蝉啊 可是我非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抓回来的呢 公主可真厉害 这可以入药的冰蝉可罕见了 报 公主 国师求见 轩 是 公主 听闻您抓了两个天圣人 可有此事 没错 他们一个偷了我的胭脂 还冒充我进城 还有一个偷了我的御班脂 说自己是什么天圣的皇子 我才不相信呢 根本就是市井茅贼 是 公主 姿势体大 若他们当真是天圣的使臣和皇子 我们怕是惹不起啊 那怎么办 跟他们确认一番便可 来人 将两个嫌犯带去北司大藏 都等了这么久了 你说那个狱卒能办好吗 快快快 开门 说小人眼拙 不识二位高人 还请两位 大人不计小人过 才使得本王 快放我们出去 我看你们越野骑 各个人都眼拙 国师有请二位 要不是为了小丫头的安危 我坐穿你们老底 是是是 在下岳齐国师 二位的申辩我已知悉 毕国国主玉体欠安 便由我替大王审问 什么审问 我们没有犯法 你凭什么抓我们 你这可是破坏 两国邦交的大事 你们自称天圣特使 却没有通关闻蝶 更没有信物可证 如何取信于人 我堂堂天圣贵昼 何需用这种俗误证明 没有误证 那就误怪我等 照顾不周了 毕国国宝丢失 身份不明的外邦人 接受盘查也无可厚非 况且你们冒充公主 罪证确凿 不容抵赖 你 四殿下 国师荣辩 在下与我朝四殿下 同买月旗 不料陆玉倒飞 他们不抢财物 反倒将通关闻蝶掳去 同行旅人 又被公主的毒蛇所伤 急需进程医治 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在下才出此下策 此举确实有损公主声誉 是在下考虑不周 特向国师赔罪 这位公子 倒是个知理的人 你说闻蝶被掳 一帮盗匪不抢钱财 要闻蝶 有何用处啊 在下也百思不得其解 几经揣测 我怀疑这是别有用心之人 为了破坏两国邦交关系所为 倘若在下见不到国主 那我朝陛下必定会雷霆大怒 引发刀兵之灾 我想这也不是贵国所乐见之事吧 所以你们就偷偷入城 我朝陛下对边疆的战事有所耳闻 只是考虑到两国的关系一直要好 突发此事 特派臣前来打探一下事情的始末 以免两国互生嫌隙 国师可不要轻信蛊惑之眼哪 公主 王子 陷下两军交战 好端端的使者不走正道 偏要暗中潜伏在都城之内 居心叵测啊 哥哥说的没有错 就是他 就是这个小毛贼 我好心带他进城 他去偷了我的御班子 还想抵赖呢 公主讲话可要有依据 也好心帮你抓了冰蝉 你还反咬一口 怪不得你喜欢养蛇 蛇蝎心成 哥 你看你妹都被欺负成这样了 还不把他吊起来 打他个一百鞭子 看你还敢嘴硬 你 公主殿下要打四殿下 也要问问我们答不答应 小丫头 你没事 可担心死我了 几年不见 我看你小子胆子是越来越 大了 三哥 你怎么来了 就是你假冒的我 这叫兵不厌诈啊公主 鞭子 你怎么样了 身体好点没有 我没事 我只是比较担心你 不过见到你之后啊 我就好多了 真的 当然了 我来 天圣的三殿下驾到 有失远迎 恕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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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师不必多礼 我这四弟言语冒使 为给国师徒天困扰吧 三殿下严重了 方才我正与四殿下闲聊 只是因为毕国国宝丢失 姿势体大 所以才不得不请二位登堂疑问 国师所疑虑的 无非是二人身份 有我为他们作证 可按国师心否 有三殿下作证 自然不会有假 慢着 天圣的主将大摇大摆地 闯进都城 国师难道就不担心这场战乱 是他们故以为之 想借口攻打我月旗吗 我们不过是来理清误会 倒是小王爷不依不饶 非得大动干戈才好吗 哥哥 你别跟他们啰嗦了 把他们都抓起来 严心拷打 公主殿下 我四弟贵为天圣皇子 想来也没有什么 偷取二国国宝的必要 公主殿下若要激道 我必定会倾力相助 但若令四弟蒙羞受辱 那就另当别论了 如果你弟弟 真的是天圣皇子的话 那我就更要抓他了 好要挟你们那个老皇帝 把你们驻扎在我们 月旗边境的军队给撤了 公主殿下 王子殿下 不好了 王上的兵又复发了 快传御医啊 御医已经在为王上治疗了 可御医说 王上 王上的病情并不乐观 你说什么 王子殿下 在下略通医术 可否为国主诊治一番 容在下试一试 或许会有延缓之际 我月旗这么多名医圣手 都没有办法 我凭什么信你 都说人命关天了 你还在这儿磨磨叽叽的 若美人在我们天圣一术 也是数一数二的 赶紧让他瞧瞧 就是啊 性命攸关就不要再犹豫了 我父王怎么样 血症已止 无大碍了 日后只需慢慢调理 你们还需多费心 多谢公子 公子真是话托在世啊 公主过奖了 以赤链蛇蛇毒与冰蝉 为药引入药 冰蝉我有 可是我的赤链蛇 公主的赤链蛇在我这儿 真的 那太好了 事发紧急 我曾用她冒充公主来入城 还请公主多多见谅 公子救了父王 我怎会为这点小事计较呢 多谢公主 胭脂啊胭脂 这会儿你可要受点委屈了 但是为了救爹爹 你可以理解我的吧 公主殿下 你这个蛇 为什么肚子那么大 难道里面有小蛇啊 怎么会 那 那是吃了什么东西 是 预班子 好啊 预班子 你整天喊着捉贼捉贼 到头来是你自己的蛇 吃了这个破班子 原来这个就是预班子啊 月儿喜欢这班子 西石珍宝当然喜欢了 我怎么知道胭脂吃了我的班子啊 再说了 我怎么没发现呢 你 这小蛇应是两天没有进士 腹中之物这才凸显 一国公主贼喊捉贼 我乃堂堂天圣皇子 你不光当街追着我打 还让我入了大牢 辱墨思维掩面扫地 你说 你怎么不伤我 我 四弟 公主殿下 显然已经知道错怪你了 你还是让公主下去配药 成全公主的一片孝心吧 好吧 看在我三哥的面子上 我这回就放你一马 公主 国王醒了 父王 你怎么样了 我这是怎么了 父王 你身体有恙 是他们救了你 父王 你慢点 你们是 他们是天圣的人 国王陛下 在下是天圣荣王府世子荣景 这位是三殿下 四殿下 和云王府的潜约郡主 多谢诸位救我 各位远道而来 所为何事啊 国王陛下 月祺和天圣的邦交关系 一向是非常密切的 且月祺对我朝的供奉 也算是勤勤恳恳 可这次月祺突然起兵挑衅 意与何为 国主并非昏庸之人 应该知道两国实力之悬殊 何有以卵基石之理 所以 臣受陛下所托 特来查看原委 丹丸小国 如何敢施礼于天圣 只是本王不久之前 收到一笔来路不明的黄金 三千两 母后之人 要求我出兵挑衅 为期三个月 三个月过后即刻收兵 借使黄金悉数相增 你也知道 我月祺国如今国库空虚 这三千两黄金 可不是个小数目啊 只是本王为两国百姓着想 不肯就范 不知为何 藩属国突然趁虚而入 挑起事端 我想 这其中还有一层内情吧 父王 儿臣近日得到消息 引起争端的乃是 月祺的几个藩蜀国作乱 他们故意挑拨天圣 与我们月祺的关系 儿臣已派人去查识 道臣自会给天圣 还有父王一个交代 原来如此啊 既是误会一场 如今误会理清 我们也就不便 再打扰国主修养 也请几位 替我们在天圣国面前美颜几句 澄清误会 该日一定登门之前 父王 那你好些休息 女儿去替你熬药了 谢谢各位救了我 各位远道而来 多休息几日再走吧 夜成夜谦 替我好好招待几位贵客 不可有一点怠慢 儿臣明白 儿臣明白 诸位 请 早了 今待我父王宴请诸位 天圣之与我月旗 山高水远路足且长 诸位能够下顾毕国 实乃柴门庆室 我以此战薄酒 辽表寸心 还望诸位能够吃乐敬情 切勿介怀之前 怠慢不周之处啊 王子休要如此说 国主病体未愈 我等逗留多时 已是叨扰 还请恕罪才是 诸位 让我们共饮此杯 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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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